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油管学院,我是钟又欣 今天我们又来优化一个地方 今天我们来优化这个频道的关键词 我们来到网页端,我们来看一下 频道的关键词在哪里? 频道的关键词在这个,你看设置 频道,基本信息,你看名称下面 就是关键词,就可以说明 这个频道的关键词只重要,对吧 好,我现在的关键词,你看我设置了这几个 我不知道好不好,对吧 我们随时我们要来研究一下 你看油管学院,油管健全,YouTube赚钱 油管教程,YouTube教程,这样设置好不好呢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设置有什么用 大家都知道这个YouTube,它是根据你的内容来进行推荐 所以说你能够越让他越清楚的知道 你这个频道是做什么的 他就越容易找到对你的这个频道感兴趣的人,对吧 所以说你频道的这个关键词,你频道的初期 后期,但是你说我多少多少粉了 他自然会推荐给你的粉丝,对吧 但是你频道初期,你又没有权重 你又没有粉丝,你又没有订阅,怎么办呢 你如果缺了这个推荐流量,你的频道怎么起得来呢 对吧,有些人总觉得自己的新频道没有流量 那是哦,是因为这个YouTube还没有明白你的频道是做什么内容的 他没有办法很好的推荐给对你的频道感兴趣的人 因为他觉得他随便推荐给一个人,这个参攻率很低,对吧 他要找到你频道的内容,对你频道内容感兴趣的人 那通过什么呢 那当然这个关键字就很重要哦 好好,我们先来 想一想啊 这个关键字应该要填一些什么关键字啊 这个关键字就是应该是你的这个 嗯,频道的精华内容哦 感激,不用 关键词啊,我们这样分啊 我们分为主关键词和常委关键词 我们在做网站的时候啊 我们网站啊,也可以是关键词啊 主关键词是什么,是一些 包含就是范围比较广啊 竞争度啊,比较高的一些关键词 然后在页面啊,在对应YouTube 就是对应在你视频的关键词上啊 你去加一些常委的关键词啊 好,我们举个例子啊 来到这个啊 我们怎样找我们的关键词啊 很简单的一个办法啊 你就在啊 YouTube的输入框里面啊 输入你的内容 比如说啊,我都是油管啊 你看 如果啊,你看出来了这么多啊 就说明 哎 这是一个主关键词哦 这是一个主关键词哦 这些都是常委关键词哦 你看油管学院,油管研究院啊 油管下载,油管搬运,油管收入啊 油管早知道,油管后台播放,油管账号 下载工具,油管测速啊 你看油管就是一个主关键词啊 你一个具体的啊 二级的啊 目录啊 二级的像你的这个视频合集啊 你就可以用这些光键词啊 油管测速啊 我们来油管测速啊 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啊 没有了 好,你具体的视频啊 你就可以用这一些 我们看一下YouTube啊 你看YouTube如何开通收益啊 后台播放 这是什么 Permule 好 好,比如说我是做游戏的 我看一下 你看游戏解说游戏人生游戏本游戏广告 游戏机啊 游戏网比赛 游戏B节目 嗯 电影呢 好,大家可以通过啊 这里的搜索框啊 来发现啊 主关键词和一些二级关键词啊 常文好像我觉得在这上面还发现不了 简单的关键词研究啊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上面来做啊 比如说啊 油管实战啊 看看看看后面还有没有啊 没有了 但是啊 你看书油管啊 他可以给你这么多提示啊 就这一些啊 都可以做成一个大类啊 就说明有人收啊 他才他才有啊 应该是有人搜索啊 我看油管测速啊 后面还有没有了啊 我们看啊 办法工啊 看啊 看办法工办法工 v2ray办法工机场啊 比如说啊 我是做机场的 我们来搜一下 机场机场 机场推荐 机场搭建 搭建机场节点 机场测速啊 机场风墙 你看这个 出现的啊 在这个上面出现的啊 就说明这个啊 就说明这个搜索量还是可以的啊 他会才会出现 你看软路由 软路由推荐 软路由科学上的 安装设置 组装系统 NAS 软路由是什么 你看 好 这个就是啊 我们在YouTube上 我们研究关键词的一些方法啊 然后我要 给你看一个现象啊 那这个现在YouTube是全球第二大搜索引擎了 你不要把它当成成一个视频网站啊 在YouTube现在已经是第二大搜索引擎了 大家都在YouTube上搜的东西 第一大当然还是啊 谷歌啊 谷歌你看有一个信息啊 我给你搜 有个 发现没有 排队最前面的是YouTube channel 视频啊 你看推荐了这个 单狸的视频 K问的视频 看后面有我的视频哦 你看这个推荐 YouTube channel 油管学院啊 为什么会这样啊 因为视频网站 就视频的权重啊 比这个 或者说是流量吧 比这个 网站比单网页要高一些 你发现没有 你看后面哔哩哔哔哩的啊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视频的这个信息量啊 确实 可以说比 单图文啊 高一个层次啊 高一个档次啊 所以说 视频的 嗯 他的权重啊 或者说是 他获得关注的度啊 就比这个图文的 信息啊 高一个档次啊 所以说 你看啊 现在所有的通 搜索引擎都是这样的 会把 嗯 视频啊 特别是 观看量高的视频啊 排在搜索的前面 所以说你看在 你在这个谷歌啊 搜索啊 竞争不是太激烈的啊 这些关键词 你的视频是很 很容易排在这个搜索的前面的啊 我们看油管收款啊 你看 你看 你看都是怎么样的啊 油管收款 全部哦 他是收的全部油管收款 油管收款 然后这是一个频道啊 这是个playlist啊 他自动给你组合的playlist 油管收款 你看后面这些 才是一些 嗯 图文的啊 所以说 关键词研究 为什么这么重要啊 你的视频一旦排到这个谷歌的 搜索的最前面啊 那是给你送流量 对吧 你看办法工 办法工 竞争就很激烈哦 你看 你看 第一个的啊 这个是波仔的 为什么 他的这个视频流量特别大 他来自两方面的流量啊 一方面是 啊 YouTube自然会 推荐他的视频 还有一个啊 收班尔工的啊 一看啊 有一个视频教程 那明显比图文教程方便得多了 对吧 看得懂得多吧 你看不懂啊 图文教程的看视频教程 一般还是照着做 还是看得懂的啊 所以说 怎么样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啊 研究啊 你一定要把这个关键字研究一下啊 你才知道啊 哪些是有搜索的啊 在初期 在初期你一个频道啊 你 有没有权重 对吧 YouTube不怎么推你的视频 那你有没有粉丝啊 你你的这个视频 连那个初期的那个粉丝推荐也没有 那怎么办呢 就只有靠这个自然搜索流量啊 好 所以说 自然搜索 第一 从 YouTube的搜索来 第二 你很有可能从 谷歌的搜索 直接来搜索流量啊 所以说 大家这个关键字 研究的办法 第一 你就在 YouTube的搜索框 啊 啊 搜啊 你的频道主关键词啊 看有一些什么常委啊 你就做那些 第二啊 我是有一个谷歌 安德森斯啊 大家其实也建议大家去 嗯 注册一个啊 你有谷歌账号 然后安德森斯那儿稍微填一些内容啊 就注册就行了 我这个账号是 我十多年前的啊 所以说 具体怎么注册 我忘了 我也没法给大家展示 在谷歌安德森斯啊 你看 嗯 有这个 规划 关键字 规划师啊 你就可以查 关键字 你看 我现在查了啊 油管 YouTube 油管赚钱 YouTube赚钱 油管实战 YouTube实战 YouTube收款 油管收款 油管教学 YouTube教学 我现在查了他一次能够查十个关键词啊 我现在查了这一些啊 YouTube啊 这个肯定是竞争不赢的啊 这个 这个关键词竞争太大了 你看 YouTube实战 就没有用了 你看 平均每月搜索量才0到10 YouTube教学 YouTube收款 还可以啊 YouTube教学也没什么用啊 才100 YouTube赚钱 你看这个 这个关键词可以哦 我们来搜一下 这个说不定 我们可以去竞争一下 YouTube赚钱 你看 为什么 小船的播放量这么高 它是相辅相成的啊 你视频做得好 播放量高啊 推荐量就越来越高啊 这样他就做成头部了 你看迪哈利的啊 阿斗的啊 我也有啊 我也有啊 遇见凯文的 油管家 路子野 丹尼的奥隆笔记 你看 你看你看你看看 这些啊 YouTube赚钱 看来这个是个不错的选择 对吧 油管啊 我们来查一下油管 油管学院啊 这么多 油管 油管 量量生 老胡 油管研究院 好的 好 那油管是一个不错的哦 YouTube教学啊 我们记住了两个了啊 这些 零零零一百的都没用啊 油管实在没有用啊 油管收款没有 油管教学没有用啊 油管赚钱啊 留着吧 对吧 YouTube下载 YouTube下载 这个流量这么下载啊 郭文贵 YouTube如何赚钱 YouTube怎么赚钱 都是YouTube赚钱的啊 YouTube搬运赚钱 如何在YouTube赚钱 YouTube赚钱技巧 YouTube怎样赚钱啊 YouTuber赚钱啊 我们看这些 这些 就记下来啊 YouTube赚钱计算 YouTube字幕 YouTube赚钱 YouTube赚钱方法 赚钱算法 我们一百到一千的 我们都记下来 这些都值得去做啊 而且没有竞争度啊 你看没有竞争度 竞争度低 好 这就是 我们 关键词的研究啊 至少我们 能保证 有 有 比较多的搜索流量 有些人说 他自己没有搜索流量啊 你 你研究了这个关键词没有啊 你研究了关键词没有啊 你研究了关键词没有 你的内容有没有人搜索啊 你知不知道 好 所以 我看 油管赚钱 YouTube赚钱 教程啊 实在没有用啊 我们再看一下 哪一些大陆YouTube赚钱啊 好 我们把前面高的 YouTube 有没有 我们写上去啊 YouTube YouTube 油管啊 油管也是很多人搜 加上 YouTube YouTuber 油管 对吧 油管赚钱 YouTube赚钱 YouTube实在没有用啊 YouTube收款也是有很多人搜啊 YouTube教学还可以啊 YouTube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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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油管教学 不管他有没有人啊 我们写上去再说 油管赚钱啊 你没有人搜啊 YouTube视频下载 这个不能做的啊 这个做了会违反社区准则 嗯 好 这个YouTube如何赚钱 YouTube怎么赚钱 这个以后我们 呃 放在视频的 嗯 关键词里面啊 这些都属于常委 YouTube办业赚钱 如何在YouTube赚钱 嗯 YouTube赚钱教程 YouTube怎样赚钱啊 YouTuber赚钱 赚钱计算啊 后面这些 你看搜索量很少的 就不列到这个 啊 频道的关键词里面啊 我们在 我们在 嗯 视频的关键词里面啊 我们把这些 啊 少的啊 长的这些 用上去啊 我们下载关键词提示 好 这样这样我做视频 就很有目的性哦 对吧 不是 不是我随便做啊 然后看 呃 呃 YouTube的反应啊 那是我有啊 精准的啊 引流的啊 目标 好 这样做起来就 事半功倍啊 好 今天我们也是了 我们怎么样通过 呃 在YouTube啊 我们查询 我们内容的主观念词 然后我们 怎么样啊 通过这个 呃 谷歌 andwords啊 它有关键词 规划诗啊 我们 帮助关键词 呃 进去啊 搜索 可以得到 平均每月搜索量啊 全球的 这个是 啊 好 那我们也明白了 我们除了在这个 YouTube中 啊 关键词很有用啊 我们在谷歌搜索里面啊 啊 你做视频啊 你的频道啊 本来权重就高啊 所以说在 谷歌里面搜索啊 你的YouTube视频 很有可能排在前面 这样就可以 给你 谷歌搜索也给你带来 大量的流量啊 所以说 关键词的研究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特别是新频道 特别是新频道 新频道 你几乎啊 你能够大量获取流量的来源 就是这个关键词 要不然就是热点时间啊 好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